一张张母亲留下的工作照 记录着在日式酒店的工作样貌 而这十余年的画面却在孩子的童年时光缺席 这是入围2019第26届台湾国际女性影展 由阿美族导演Gawa 妩媚创作的短片 《我在林森北的那段日子》 片中描述父母离异后 母亲离家北上工作时 Gawa 妩媚的童年记忆 因为关系不错所以我可以一直问她问题 但其实有些问题不是说 好像看起来表面关系很好 我们就一定可以回答 其实这个问题是我放在片子里面才敢问的 我没有正面跟我妈妈问她 以前从那边问说为什么你要在这个地方上班 Gawa 妩媚提到 母亲同时身为女性及原住民族的身份 在当时年代背上双重负面标签 片名取为《我在林森北的那段日子》 就是希望凸显社会大众对于行业的陌生及污名化 今年台湾国际女性影展主题为控制 讲述女性对于不敢发声的议题 像是性骚扰性侵害所展现出的优维情绪 和深藏内心急欲爆发的力量 我们台湾最近也因为今年作为台湾第一个 就是亚洲第一个多元成家合法的国家 很多的那个控制力道它慢慢在发展出来 我觉得观点很重要 因为我们在目前为止历史上面能够留下足迹的 大部分是男性的观点比较多 然后那其实女性的观点在这些上 是很少被留下来的 第26届台湾国际女性影展将在10月4号登场 探讨国际及台湾在地的多元社会议题 将更多台湾女性导演作品推向国际 原事新闻 朱古巴索克台北市采访报导